Hello 我是LuckLuckQ 今次講一講今期的地下城杯賽 不是杯祟地下城 是名為覺醒咒師杯天降無效的 還有什麼時間呢?那該怎麼打呢? 首先今次杯祟是10層 10層的怪 變相是一個長期作戰 而特殊規則方面是天降無效 3色、4色、5色分別是5倍、8倍、10倍 變相是多色杯 加上時間1.5倍的加城之下 是一個鬥快的多色杯 而編成都見到 一看完就知道今次是5條編成 基本上5條杯的話 你有老師的話就萬事安心 首先簡單講一下編成 隊長老師計成破防的武裝 但不計都OK,我是貪好玩而已 然後第二位老師就是 10字武裝 潛覺沒什麼所謂 主要是10字武裝 任何十字 第三個是老師的拍檔 Chocolate愛 這一隻都是隨便 真的隨便可以 潛覺潛回兩顆SB 計成是這把黑寡婦的武裝 再下一位也是這個 同一個角色 Chocolate愛 計算是水Combo的武裝 今次選了個下時女 不是,爽下神大橋小橋 潛覺也是潛回兩個SB 下一位是水著風神 覺醒轉個SB叉子 潛覺完全無所謂 計成是這一把 有火木串燒的聖誕紅龍換屎 然後另一邊隊長是紅色的太陽彈 今次五色三顆強化有破防 所以在破防之下 老師破防是不需要的 計成是… 潛覺是三個神Q 計成是不會用到的 所以什麼都可以 OK,編成就是這樣 加算方面 我們有三色、四色、五色之外 另外分別五色Combo 全部都齊 加算FatFat 再加上老師的十字 和風神的L字 加算方面是全齊 好,現在就示範一次怎樣打 GoGo! 回到怎樣打 首先開回老師技 加上珠奇力外 這裡我們是有個路線的 這個路線我是參加日本Twitter的位玩家的路線 我會在comment說回 好,看看有什麼路線 是這樣的 很簡單的路線 但是呢 看到轉完之後天降這下見面到 非常之漂亮的一個路線 即是變成第二回合呢 我們可以這樣一轉 一條路線 這樣就整個五色Combo 搞定了 所以這位玩家都幾厲害 好 然後第三層也是 同一個套路 開回技 然後再來一次 看回路線是這樣的 OK 但今次是木珠做底 就有點偏差 可惜少少 但萬事OK 好,再來 這樣 又是很漂亮的五色Combo 變相是不用用路 就可以轉兩次 是兩次五色的版面 第五關要靠自己 對啦 對啦 這裡沒得撿輸了 撿輸了 一定要靠自己 這裡 這裡轉得慢也沒辦法 對啦 慢慢轉啦 唯有 第五層到第八層 這五、六、七 不是 七層啊 三層之間 都要靠自己 即是假如這邊轉不到五色的話 都幾是惹的 所以就加油了 轉五色OK的 五色之下 這個太陽彈是有火力秒的 這裡也是五色啦 五色五色 對啦 轉慢一點也OK 但一定要齊色 好 7Combo五色 找到你 第八關 再來啦 這一關是有吸收的 開封神技先 吸收 破吸收 加麻老師 加上朱古力愛 好 有一個路線套 路線完美搞定 OK 主要是第五層、六層、七層是煩一點 要手動轉 其他那八層呢 都是輕鬆轉的 又是一個既定的路線 好舒服啊 這隊 還有這個路線 好 這麼快呢 到BOSS了 到BOSS咒斯之下 開回老師技 和朱古力愛技 這一回合就不轉路線了 我們轉回10C版面 怎麼轉呢 先轉木combo一吋、木combo兩吋 搞定 就是這樣 對啦 輕鬆的一個 10C版面 12C OK 原無意外 搞定 霸咒斯 好 這一隊就是五條編成的打法 最後就是看一看快轉的一場是怎樣快轉 首先第一下 倒是啦 老師加盟朱古力愛 轉回既定路線就OK了 但這下我都算慢了 對啦 不夠快 因為試得不太多次 其實我試可能不夠10次都不定 OK 又來個五色 六combo 五色破防之下 輕鬆搞定 第三關 再來 Murasaki Murasaki 今次的豬仔用回走回豬 看到嗎 都是很舒服的豬仔 好順眼 第四關 也是啦 路線經驗是最好的 有一個7C的版面 而第五關開始 剛剛都說了 是沒有技能的空檔時間 所以這裏必定要認真轉好五色 我個人建議是寧願慢都不要轉不齊 第六關 也是啦 這裡減屍一點 但是影響就不大 OK 雖然慢了一點 但確實是轉齊回五色 第七關也是啦 就算KickD也沒所謂 最重要是齊色 到第八關啦 這一關是伯急修 先開弓神技 加上老師技的話 以及主要愛路線可以再次開啟 對啦 雖然還是Kick一下 你看到有時候是不太順的 因為記不熟過路線 短暫記憶 好 但這下是比較容易的 第二下反而要第一下 OK BOSS啦 BOSS也是啦 不是轉路線 而是轉個既定的10C版面 老師加上朱古力愛 這樣 怎麼這樣呢 嘩這樣呢 Kick住 卡住 14Combo 先試秒了 時間剩下148秒 Теперь105秒吧 結果是多少分呢 暫時目前是239000分 好 好!你見了 轉到卡卡卡卡都是24萬分 首先這隊也是多麼容易玩 並且二拿高分 所以假如砌到的話是很建議砌這隊的 而假如沒有五條路線這隊編成的話 編成方向要怎樣呢? 首先我有幾個建議 第一個就是7-6版面一定要的 這隊我個人建議用回隊友的太陽彈 即是火箱屬的太陽彈是很建議用的 而第二編成方面最好齊三式四式強化 畢竟沒有的話是沒有這個加算的分數 但串燒強化就不用帶了 畢竟沒有五條路線的loop之下 我想轉版面就不算太容易 另外十字L字也不需要帶 原因都是沒有五條路線圖 而第三樣要帶的是破級修 畢竟有一關是破級修的 第八關 所以帶齊這三樣東西的話 就可以試一試來打這一關地下城的杯賽 畢竟五條路線編成都是有個斷式的危險 都有機會的 即是在5-6-7-F之間 是不多不少有些運氣的 所以其他編成個人認為都可以的 多一式來說 只是老師隊比較容易玩 好今次的杯賽介紹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希望給LIKE和對我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